一个热乎乎的天气 不过淑芬刚刚问到说这12月的台风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这2004年的12月倒是有个南马都台风来直扑台湾哦 12月4号 那一年呢 刚好前一年是反圣婴 而到了那一年刚好是圣婴年 所以呢 今年目前来看的话 到目前台风的数量仍然偏少 因为现在只有11个台风 那太平洋上空大约都会有24个左右 所以呢 在后面呢 还是会有台风形成 而且目前来看 到了9月中旬到10月这段时间的话 数量会比较多一点 那不过到了12月有没有呢 那当然到时候还要再看看了 但是今年的整个台风来说呢 时间相对的也会比较偏晚一点 增加的数量会比较偏多一些呢 不过今天呢 可没有台风哦 这同学们应该已经都出门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的户外天气了 可以注意到 这中部以北阳光都露脸了 东半部地区现在也都是大太阳 所以现在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 那北部的气温已经到了29度了 南部地区呢 前一个小时在外海有一个小区域的对流云层 现在云层开始消散了 阳光开始出来了 气温28度 外岛地区呢 倒是在马祖云层量多一点 到了澎湖云层量正在减少当中 今天的天气形态 依然是上午的天气闷热 不过午后震雨呢 昨天在中南部倒是偏多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 可以注意到在昨天的时候呢 上午天气晴朗 但是到了下午以后 可以看到这对流云层 就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昨天的午后震雨呢 是在中部以南地区相对的明显 到了晚上天黑 云层就逐渐的消散了 而现在呢 在南部外海有一个小对流云包 这个云包现在正在逐渐消散当中 所以呢 降雨的形态来说 它倒是不会下雨呢 在今天的天气 仍然是受到高压的影响 我们就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高气压了 因为这高压的位置啊 在台湾的北部的地区 所以北部的午后震雨呢 就不会下 因为在高压的稳定的空气块下面 那相对的到了中南部 刚好在高压的边缘的关系 所以在午后震雨的部分 还是以山区的部分会比较偏多一些呢 目前呢 第11号台风 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在日本的南方 逐渐的往东北的方向走了 到了现在已经要9月的时候 才11个台风 后面最起码还有13个台风 到14个呢 所以呢 未来来说的话呢 到了9月以后 台风的生成数量 你就会发现开始逐渐的增多了 不过可以注意哦 讲到这个台风 还看到这关岛北方这边 倒是有一个小的低压带 正在发展当中 而目前来看 这个低压要接近到台湾东方的外海的时间 会要到星期四以后 所以在今天一直到周三之前 这几天都是受到了高压影响 稳定的好天气 只有零星的午后震雨 但是到了周四以后开始 就要注意这个低压了 这个低压有机会增强一点 成为热带低压 或者成为台风 到了周四到台湾东方外海之后呢 那当然还要看它的走向了 如果北方高压退的话呢 它就往北的方向走 但是如果高压没退 它就会以比较贴近台湾的方向过来 所以到了星期三 我们再来注意这个低压会不会发展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天气呢 到了周四以后开始 随着低压外围的环流云层的影响 相对的震雨的天气来说 北部跟东部就要开始增加了 而到了中南部呢 午后震雨相对的也都会比较明显 今天呢还是受到这个高压影响 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测 中午温度很高 从北到南可都到达了34度的高温 有午后震雨呢 只有在中南部地区有机会下点午后震雨 山区的部分会偏多 而到了高平的连平地的部分都有机会下午后震雨 那东半部地区呢 最主要是早晚的时候云层亮多 白天阳光露脸 今天可是个闷热的天气 那再来未来一周我们也来看一下了 在明天后天一样和今天是个好天气 上午闷热 午后震雨在山区会比较明显 高温在34度 但是到了星期四以后开始就要注意低气压了 低气压开始接近了 我们的震雨开始要逐渐的增多了 随着低压如果更接近的话 我们的震雨将会更明显 那高温的部分呢 也会略微的下降一度左右 所以天气开始有变化 时间点会在星期四以后开始呢 那今天呢 小丁宁也要提醒您注意了 最主要呢 白天外出活动要注意到防晒 中午热记得要多喝水 可小心不要中暑了 现场交还给熟分 下还是中国再发 下 MsONY풀 下纸小兆提韦 再看清了 小丁宝 请按订阅 确认